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有自己特点要发挥出来了 但因为在场上就是都去比较贫 不管在比赛训练上都很贫 但是在场下我们就是很好的哥们 像你说的很良性那种 在场上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那种竞争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在心态 还有在场上一些 硬变嘛 会比以往 学到了很多吧 还是就是在场上那种 对抗强度 然后还有在场上的那些 比赛的一些出现的东西 和在国内的认真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会有就是以后会有更多的国家队来参加这种下级联赛吧 因为这种对抗还有比赛的强度在自己国家还有在联赛当中都是没有的吧 我们会注意拼的那种态度 所以跟他们去打吧 因为就跟人家差距还是比较大吧 我自己感觉就是自己的差距就各个方面都会有差距 在自己队伍当中 但是在国家队的时候就要攻防要兼备起来 就是要攻也要打出自己特点 在防的时候也要一样去做好 首先就是激动吧 然后第二就是比较兴奋 其次我估计就是紧张了 毕竟今年的世界杯在自己家门口咋吧 然后都是想有一个好的状态去参加这种比赛 然后能争取能达到我们最好的成绩吧 希望自己能就是在这一下前在瓜队的训练或者比赛能有所提高吧 希望大家能很明显 我 Teksting Facebook 999 谢谢大家